11111教室開講了 我是主持人何啟勝 今天我們持續是落點分析的交戰手冊 那麼在今天節目裡頭 我們特別邀請到的是 我們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的院長 陳全牧陳院長 歡迎院長 主持人好 另外今天要跟大家來做學長姐分享的是我們台大醫科的 黃品如同學 歡迎您 主持人好 那麼黃同學今天要特別 就包括了自傳的填寫啦 還有這個我們備審資料的所做的應該的準備呀 這個地方跟所有的我們考生 還有家長們來做分享 或者還有很多的上班族的朋友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 伊人力銀行中午的這個直播 都非常多上班族的朋友在鎖定 那麼所以上班族的朋友 如果你周邊也像我一樣 周遭有很多的親友 也為了他們的孩子 在選校選戲 上頭非常困擾的 也值得您來收看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請今天的我們的陳院長來跟我們來說明一下 就是 我們的 這個 生命科學院 那麼它裡頭 所包含的科系 還有未來的這些出路 邀請院長來跟我們做一些 指導 謝謝主持人 生命科學應該是 年輕的學生 蠻喜歡的一個 學科 學科 因為 在高中的第三類組 對生物有興趣的話大部分都會 往生命科學 這一塊 來選田 那生科能力很廣 它其實包含了 有小到看不到的微生物 病毒到大的 動植物 個體到 更大的一個生態族群 這些都是包含在這個 生命科學探索的範圍 那我們這裡頭 就有分了這個生命科學學群裡面 就這麼多類 剛才 院長跟我們指導的 有生物資訊 生命科學 生醫 醫學 學類 也在裡面 生物科技 食品生技 還有植物的保護 還有昆蟲 生態學類 這些都在裡頭 對 像這個很多人講這個什麼綠蜥龜 寵物 是吧 如果說你將來對這個寵物醫療 有興趣是不是也可以 也在這個當中 生命科學群 其實他就 除了在大學裡面有那種 完整的生命科學院之外 他其實還分佈在一些 在生農學院 或者是在 醫學院相關科系 其實都包含 所以剛才主持人談到那個 這個生命科學系 或者是生物科技系 那甚至生物資訊 這些都是在一般的生命科學院會 常看到的學系 那學生的出路 這邊好像我們也做了一些整理 他可以 跨到的這些產業 也非常廣泛 哇製藥的 農業的材料 材料是大概什麼樣的類別的材料 一些比較新興的一個生物材料 像現在開發一些古材 一些牙材 很多藝材的部分 這個也在我們生命科學院 喔是 那資訊不用說了 光電美容機械食品 電機 光電放在這邊 我也很好奇 跨領域 對 因為大家可能 認為生命科學 可能是未來就是對準的生技產業 那其實現在 不管是台灣或是全球講求的是一個 大健康的產業 那這個大健康產業他關懷的就是從 一個怎麼樣去維護人類的健康 然後去修補健康或者是促進健康 這一類的一些 這種產業的一個產品的開發 或者是一些 技術服務 甚至一些 他的一個 這個傳播 知識傳播 這些都是在整個大健康產業裡面 所以 所謂的光電 某種程度 他又可以算是 通信 通訊 紫通訊 紫通訊 對 紫通訊 OK 像現在 這個 一整年的一個COVID-19的疫情 大家都對這個 病毒 怎麼去看病毒 怎麼去 開發好的一些 核算的疫苗 或者是傳統疫苗 其實這些很多都在生命科學領域的範疇 很新興的 而且跟這個時事都能夠結合 我們連著兩天跟大家來介紹這個生命科學院 昨天是這個國立海洋大學 他也 我們這個 水產養殖 那所以 現在都不是單純的 你看到好像是 要去 怎麼樣把魚養好 或者是 是做繁殖 還不只 跨也是跨領域 昨天就來介紹說有人開寵物店搞海馬 我覺得這都是 非常新鮮的 因此 那麼現在要提供很多 考生 焦慮的考生 還有這個焦慮的家長 一項服務 就是1111年以後的這個大學網 在這個大學網當中的 是我們提供了落點分析這樣的服務 所以呢我們在 應該是22號吧 剛剛結束完的這個學測 學測結束之後 然後發佈成績 成績發佈下來了以後 透過1111人力行大學網裡頭的 落點分析就可以知道 我們大概會落在什麼樣的消息 那麼就可以在大學網裡頭 全國160多所的這個大學 都盡收眼底 讓你只要一站式的 你不用到各個學校去查找 只要在這個大學網裡頭 就可以找到 學校的特色啦 還有細鎖的他們的一些介紹啦 讓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此外 更重要的是 我們也把他跟就業 去做了一個連結 於是呢我們這個職埃大師裡面 包括說這個九大職能星的 職能性向的測評啦 薪資公秤啦 當然這裡面還有包括今天我們那個黃品如同學來啊 學長姐的這個經驗分享啦 都在這個大學網裡頭 包括了我們 這個 到時候要選填系所的 備審資料的這些相關的準備啦 還有 就是 你選好了這個系所 比如鼠疫啦 不見得還沒有 還沒有填之前 你鼠疫的話 你還可以看看 這個系所的 學長姐 他們給你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我覺得所以這個 相當實用的一個大學網 希望大家都能夠踴躍的來利用啊 我們成立這個大學網的目的 就是要來服務 我們的這些考生 那麼此外呢我們剛剛講到了 學校 這個生物科學 就是生命科學院 裡頭的 學類 還有包括未來可以從事的產業 以及 他可以從事的一些 相關的職缺之外 這個課程的介紹 是不是在幾個重點 請院長來跟我們所有的網友來做一些分享 好 如果真的對生命科學有興趣的同學的話 我相信 你可以去 先去了解一下在各個學校 其實他的生命科學類的一個 科系 都各有特色 所以他跟開出來的一個課程 其實也有不同的一個 這種 課程會出來 那我們先看 這個 生命 生物學系這一塊 基本上就是 他會上普通生物學 分子生物 生物化學 遺傳學 生物資訊 這是很基本的一些課程 如果是 生物科技學系的話 他這些基本課程之外 他可能會比較 強調的是 他未來的生物產業的 相關的一個訓練 他可能會有一些 生物技術的一個實作 甚至到 業界去實習 這個實作 這個都是生物科技的 學系的特色 院長我這樣來跟您發問請教 好 OK 這個 生物學系 如果我在選年科系 這生物學系 下面有生物科技學系 還有生物醫學工程系 這三個前面都掛了生物 那他有什麼不同嗎 如果我難道我念了生物學系的 我未來不能從事生物科技方面的工作嗎 基本上是可以的 是相通的 那他的特色 差異的特色 差異特色 可能就是各個學校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屬性不太一樣 那生物學系這個其實是比較 很有歷史的一個學系的 那基本上他就是會 關懷尺度會比較 比較寬廣一點 廣一點 對對對除了一般現在生物科技之外 其實他還有一些生態 是一種廣洽的差異 也就是他會 特別focus 在生物科技 就更專業的分工到 鎖定 這樣說就了解 醫學工程也是一樣 是生物方面的醫學工程 這個跟科技擁有差異 對吧 因為他可能是 什麼病蟲害治療 醫工的話 他可能就是 畫一些工程領域的 他會有一些 像醫材剛剛談到醫材的開發 那一些人因工程的一個建制 完全可以理解 生物科技 你好比說 包括說 這個 農藥啦 它裡面的配方啦 或者是 這個 養分的 這個 營養素的 相關的配方 都算是這個科技 生物科技 我們字面上 我們的理解是這樣子 還有生命科學系 生命科學系 聽起來也挺廣泛的 對 這一二十年來其實發展蠻快的 因為生命科學系它的尺度就更大了 從剛才我講的一些看不到微生物 一直到那個個體的一個生物 從植物動物 的一些生理 那甚至進到那個就是 一些更大尺度的一些生態 這個演化 然後 生物的保育 關懷的是整個 這個全球的一些生態的一些 尺度 所以 他在 課程設計上面 他就必須要包含更 更多元 那師資的陣容就需要 要更多 那我這樣來就教一下院長 院長 您招收了這麼多屆的學生 您覺得 學生是什麼樣的特質 他會 來特別在 我們選讀這樣的科系 基本上進到生命科學系的學生 他其實是對整個 這個生命有相當 大的一個熱愛 那他可能在高中時代就受到一些啟發 那可能對一些 自然環境上 所看到一些各式各樣的生物 他可能有相當 多了一些 興趣 那進到這個科系的話 他就會如意得水 他可以選很多不同的一些 這種專業的課程 所以你這個是從人到動植物 對對對 所以生命科學跟醫學最大的區隔 醫學他其實是 已經很專業的在做臨床這一塊的照護 生命科學其實是醫學的基礎的base 一些這種基礎醫學的建構跟一些知識的養成 其實在生命科學會 學到很多這方面的經驗 那念生命科學 特別是你這邊就有生命科學系 念生命科學系的過往的學長姐 他們的出入 比較佔比比較大的 是大概往哪些的產業去做發展 他的方向其實還蠻多的 那基本上如果他對生命科學有興趣的話 他可能會持續 再進到那個碩士博士的養成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 需要長時間培養的一個科系 他是私做的科系 那這養成的歷程中他可能就 讀到大學 然後有興趣他可能 開始進到這個就業職場 那很大部分人是他會在進一步到 碩士 或是到博士 走上一些 做研究的 做研究的 一個歷程 那這個訓練當他 以後進到職場的時候 他其實就比較能夠 印入到職場各個 不同領域的一些研發的需求 所以聽起來好像 還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族類 會去關懷這樣的事務的朋友 所以因此 光就我們這個生命科學院 來說的話 各系 當然招收的人數 不太相同 大概是有多少人 就看 一般如果一般的學生的話 差不多50位 那 像我們中心大學就收了兩班 所以就 一年就差不多100位 100位 那這100位進來之後 其實我們在系的一個 課程規劃還把 分學群 那學群就是因為 100個同學不可能都是同樣有這樣的一個 興趣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一個選項 所以這三個學群我們就從 生態 保育 跟演化 就是一個大尺度的學群 然後再來就是 生命機人 就是在談個體生理這塊又是一個學群 然後一個就是 更細微的一個 細胞分子的一些 生物科技的學群 就這三個學群 就會他們在大二大三就開始有一些 這種專業的課程開始有一些 分軌 讓他們能夠多接觸 因為你講的細胞的話 所有的這個很多的藥品實驗室裡頭 就會需要這樣的同學 那如果100位 因為我們考試有很多的科目 那是不是也請院長跟我們指導一下 大概 每一個科目的這個 頂標前標均標 大概我們是 每一個科目大概是怎麼樣一個配搭呢 基本上生命科學類的話 其實對 他們考科裡面的一個生物科 或者是英文 這兩科都一定是會加重積分 因為這對未來他的一個整個 生命科學的一個學習歷程裡面 他還需要這兩方面的知識 那生命科學其實 必須要 閱覽很多國外的一些相關的研究的文獻 所以這個 英語的能力其實是一個 蠻被注重的一塊 英語跟生物 好不好 那麼其他科的話應該均標可以 對 應該均標可以 是 我覺得中英大學是一個好學校 在我們中部地區 這個伯父聖民 謝謝 作於很多的銀才 特別是 在這個我們的生命科學院裡頭 這個長期以來是非常有 歷史 而且 這些過往畢業的學長節 在 就業道路段頭 也非常的順遂 緊接下來我們要趕緊進入到 現在分數落點已經 確定了 告訴你生物跟 英文 必須要是前標 那麼其他的 軍標可以 那麼有興趣進入到我們 中英大學生命科學院的 朋友們 接下來的下一步就要開始準備 書審資料了 準備書審資料有什麼 特別應該要來給考生做一些提醒的 是不是請 願老爺也跟我們來做分享 OK 那書審資料其實是 在考試第二階段的時候 要面試之前 老師會接觸到的 個人的一些基本的資料 所以書審資料準備其實 也是蠻重要的一環 那基本上 老師在 面試的過程中 其實就會 會先去了解 學生的一個 的背景 那書審資料裡面有提到說他可能有 做過某些特定的一些 科展 或者做特定的試驗 那這個老師就會很 開心的 跟學生在談 你對這個 實驗過程中 你學到什麼 你有什麼興趣 那這個其實就會拉近 所以 所以我們過去的學習歷程裡頭 一定要跟這個生命科學的相關事務 活動啦 競賽啦 等等的 要相關 而且呢我在這邊也在做一個提醒 除了要項目式的列出你參與過的什麼樣的競賽 以及活動之外 心得也是很重要的 你到底在這個透過這樣的活動 你收獲了些什麼 應該要拿出來跟司長來去做分享 讓司長開始對你產生興趣 他才會對你發問 那昨天的老師呢 黃老師 也有跟我們來做分享 也就是說呢 你寫 也有風險 你寫出來以後 那老師其實對這個競賽 或是對這個活動 其實是很熟悉的 他就開始問你 然後可能把你問倒了 但我覺得不用害怕 我覺得 所有的資料 自己準備的資料 自己要非常有自信 而且要做 非常充足的準備 也就是 我們一再提醒考生喔 你只要寫出來的 都會是 在口試的時候 老師會 Follow 會繼續去 問問到你 說那除了你剛剛這上面寫的這些 你的心得之外 你難道在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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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你沒有一些感受嗎 這時候你要有一些相關的回應 對吧 還有第二點 我覺得 我們的資料準備得再好 當然是內容是王道 可是呢 我待會要舅舅叫黃同學 包裝我個人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也曾經參與過書審 看過很多的考試 幾百幾千的 書審的資料 那所以說那怎麼樣 第一個能夠抓住 這個面試官或者是我們書審委員的 這個 眼光 然後才進一步的 進入到 你裡面所做的這些 這麼詳盡 這麼豐富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包裝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不能輕忽 不要隨隨便便 裝定一下 不是的 我一直說我要 拿我的這個書審資料給大家看 我考博班 碩班的時候 我們也要準備這個書審資料 非常漂亮用個盒子裝起來 那個黃同學 你在準備這個 書審資料的時候 你有什麼心得可以跟大家來做分享嗎 我覺得大家必須要注意一點事情 自賺的功能是在於一個自我行銷 也就是說你要今天你把自己當成一個商品 你要把自己賣出去 那當然 吸引商品的關鍵就是在外包裝 所以在每一段的 Title 你要有辦法用簡短的話語來吸引教授的目光 你講標題 在每一段的標題 至少標題要先讓人家想看 對 因為你那個裡面密碼寫一大堆 這個還有段落要清楚 是吧 我完全贊同 還有呢 在自傳上 在自傳上面的話 同時我們可以適當的放一些圖片 那請不要放那種 看起來大家好像一起去交友的那種圖片 可以放一種就是假設今天是一個實驗 那大家一起埋頭一起在處理這個合作的實驗 放這種的教授會比較有興趣 那通常那這種團體的照片你可以試著 在圖片加工一下圈起來你是哪一位 這樣教授可以知道原來你在這邊 不然你單單放這個照 單單放這個照片 教授又不是 就只是第一次見面 他也不太確定你到底長什麼樣子 他不可能花那麼多的時間去檢查 相對位置也代表重要性 對不對 對所以我們強調C位 拍照就要站在C位 也是這個道理 好 黃東學提醒了大家 不要去 拍那個大合照 紀念照 好像到此一遊的那個感覺而已 最好是實作的 親身參與的 哪怕你是打掃社區都應該要是哪個掃碼 而不是 最後結束 大家 拿著掃碼本機在那邊大合照 是吧你是講 這個意思 然後另外就是標註自己的 相關的位置 讓老師知道比如說你專注的神情 甚至於你甚至於就是動手在做啦 比如說是一個解剖 那邊你動手在做 這個感受就是不太不太一樣 好照片編排 標題 要能夠吸引人 可能字體啦 或者顏色啦 都要做一些變換 然後呢 條 這個 段落要很清楚 然後呢照片可以 做一些 設計 擺放 還有什麼 Peple 那比如說文字上還有段落的安排呢 段落安排的話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通順就好 通順 通順就好 然後就是不要太多容顏罪字 然後把一些特定的字句 就是你覺得你比較重要的字句 用 變個顏色或變個粗體 也可以在內容上面 關鍵的這個字句 也可以讓他 或者說給他畫個螢光筆 畫個螢光筆 就是highlight一下 讓那個 特別提示老師 你其他可以不要看 這幾段 百科一定要好好看 是吧 就是這樣的一個用意吧 確實我覺得自傳 我個人也來做一些分享 我覺得 在剛才陳院長說到的就是 我們所有的書審資料 無非 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我們的 性向 特長 跟平常關注的事物 都跟學校的教學宗旨 要能夠 齊合 對不對 其他的 就不必說我身體有多好 這個 真的不必了 什麼家庭 小的寵物店 然後呢 開始說我對這個昆蟲的飼養 是從幾歲就開始有這樣的心血 這才開始就能夠先信出來 然後 而且你買了伏筆喔 你說我從幾歲開始 大家就有這個歷程 可以來做鋪牌 會信 別的這個關注 這是我的建議 黃同學你在鋪陳上 剛剛你說的這個 只要是通順就好 你還有沒有一些小的 撇步要給大家指導一下 至少你自己 你是台大醫科 對 那你當初的這個 自傳的填寫 你有沒有用一些小的巧思 基本上我大致上會用 重點優先順序 我可能會把比較類似生物競賽 你參加過哪些營隊 生物相關的營隊你可以放在後面 那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那可能一些 先告訴人家你的歷程 對 那可能後面比較不相關的 例如你曾經參加過什麼藝術 那個音樂相關的比賽 藝術的比賽 那你可以相關性比較弱的放在後面一點 了解 就是跟主題關聯性比較沒那麼強 但是某種程度又可以展現你是多才多藝的 像這樣的就可以放在後面一些 是吧 然後要對自己的 要對自己寫的東西要負責 因為每一句都可能變成考點 對 面試的時候是吧 他就拿你資料裡面所說的 然後來問問 所以要負責 要很有把握 要主要準備 那院長 我聽到黃同學 其實他是應該是 很成功的一個典範 他把一些 這個蘇省的一些資料的一個 重點都講出來 那補充一下就是 因為 城鄉是有差距 有些 學生在比較偏鄉的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多的 可以讓他去參加各式各樣的團隊 那基本上 他可以從他的生活去取材 在蘇省裡面 假設他在看 一些 科學人雜誌 科學月刊 他有一些 很吸引他的一個主題 他在書面上也可以講一下 這個主題上為什麼吸引他 對於這個生物 這個計劃 功夫了很多美感 有一些相對偏鄉的朋友 他的資源沒有那麼 不像這個都會 這麼多 然後呢 他也許他參與的機會 就相對的比較少 不過呢 這倒是一種方式 比較容易取材的 對 那甚至看了一個discovery 有一個 一些 動物的一個 一個影片 給你什麼樣啟發 其實你可以在書室上面 也可以提出 也許是啟發 也許是衝擊的 他發現說 這個宇宙如此浩瀚 然後是 但是 絕對不能那麼空泛的 去說 要DETAIL的去講 到底是哪一件事情 衝擊到 講出你對這個 影片或者是這一本 你看到了一個雜誌 你得到什麼啟發 然後 你有什麼想法 那甚至你就去又去相對去找了什麼樣的一個資訊 那這樣串起來 其實你的書面資料就會比較漂亮 對 因為如果就 考完試 然後一個月之後大概 分數出來 然後呢大概就 通過落點分析會知道我們在哪個學校 一直到 被審資料 送出 大概 知道落點以後到被審資料送出大概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其實這個時間很長 可以讓大家 好好做準備 我自己的朋友 他就是為了準備書審資料裡面 需要有一些證照 他用線上 教學的方式 很快速在一個月內 就達到 幾張的證照 他同時就去上課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剛好 留意我們節目的朋友 提供大家做參考 希望如果說 自己的這個 增強實力 怎麼樣在最短的時間 線上 有課程 是大家可以 好好去做一個選擇 好 另外 剛剛講到自傳 自傳剛剛提了 標題 第一個是 包裝 你那個 整個的那個視覺感 要很吸睛 再過來就標題要吸引人 然後內容的部分 如果 有 很值得 要推薦給市長 一定要看的 還可以這個 包括用螢光筆的方式 或者下面 標註斜線的 等等的這種 方式來提醒大家 這是在 我們 面試 這個是 我們院長提出來的 題目嗎 這是一般性的 面試的題目 多半都會問到 多半都會問到 那 這裡面我們請 黃東學看一下 哪些 是你 面試 也曾經碰過的 然後你的回答 可能包含到 人生最挫折的 一件事情 這個 可能大家可能 因為其實我覺得 差不多我們大概18到20歲的孩子 可能 人生歷歷也沒有到那麼多 那其實 不要他 但是也不要每次都講一些 關於成績上面的 挫折 或者是一些考試上面的挫折 你可以 可能就 單單的就 如果你可以就拿一些 可能單純的 親子之間的衝突啊 或者跟朋友之間的 跟朋友之間在一起做事情的時候發生衝突 最後有一些心得 你也可以拿這些來講 只要你講的言之有誤 只要你可以從這件事情得到啟發 可以讓教授知道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回答 所以這個部分 報告院長應該是在測試我們性格的部分 這個耐受力啊等等的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 如果我要進到這個生命科學研究院的話 我可能會去說一個 我很用心栽種的 植物死亡的挫折 可能 就更match 可能會這樣子 所以我提供了 那那個 院長有沒有給我們在這個面試上頭有一些指導 面試 我覺得基本上很多 學生或家長其實都會 很盛裝的去 去擦飲 那我們的經驗是 其實你不需要真的都是西裝鼻挺的 其實主要 對一個高中畢業生 責任教學生 你就 在你的那個服裝儀容 不要整齊 那就 不要太邋遢 我想這樣子對 一般的那個 考試官的話 他應該就會 對這學生印象就會很正面 了解 這是服裝穿著上 整齊清潔 是 那最近因為 這個學測他的 在口試所選擇的那個 倍率是 會有三倍以上的學生進來 所以 有些 這個學校口試會 類似那種團體面試 團體面試可能就一次就是五個六個學生一起進來 那你怎麼樣讓 這些 這個口試圍一下就會 眼光會focus到你 所以這時候就 他的一個 這個口調他表現 這個就是一個 還 蠻有加分的一個地方 就是 在在應答 或在回憶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講一些 真的是 可以講出一些重點 然後 跟老師之間能夠比較多的互動 那有些小孩子比較內向 他可能 坐在一整排 可能同楼到尾都沒講半句話 那這樣子就 相對會弱勢一些 相對弱勢 注意 你不能不表現 對 他表現的機會 就那麼短暫的時間 真的 所以我們剛才特別講到了 就是我們考完試 然後到落點 然後再到 蘇省 面試 大概 中間有 這個 知道落點 然後到 去面試大概有一個月 這個時間 真的是可以好好準備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準備的 一些小的 我覺得 讓自己培養一個 能夠條列式表述 一方面的展現自己 省理 歸納的 能力 二方面 我覺得 也很清晰 我覺得 這個部分 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面 在面試的時候 品如有什麼 過往的這個經驗可以提供大家參考嗎 那個在面試的過程中有一個經驗我比較特別 像其實就是 我高中的時候我參加過 因為我們 分組課程的時候我選的是合唱課程 那我們那個合唱課程後來有一段就是 就是要練客家語歌 然後後來去比賽 後來有比到全國性的 後來我在台北醫學大學面試的時候 那個教授就有問我說我是不是客家人 我剛講說不是 那他就問我說關於這一個 關於這整個 比賽的過程還有細節 包含到你是怎麼練這個語言的 你是怎麼練唱歌的 那老師是怎麼帶的 那最後包含到後來因為主考官剛好是客家人就叫我現場表演官 這個讓你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這個口試難度很高 而且這一題還被我媽猜中 真的嗎 我媽我媽行前就在跟我講說這題一定會考 這題一定會考 哇 然後真的考出來的時候我就很無言 是 真的就 真的像我媽說的 真的 這個 這個黃媽媽也算先 很厲害 趕快很多 你要不要留下電話號碼 讓很多考生可以去跟黃媽媽來去做詢問 那個 我 特別提供一個在面試這個部分 面試的時候如果說是團體面試 很容易會出一個題目 就是會問問你 跟今天在場的其他五位 比較起來 你個人勝出的強項是什麼 以前民國88年 這個台視在做一個百萬主播 這個甄選的時候 第三名是章魚 那麼他進入前10強 打個電話給我 他說這個進入前10強 我可能會被問到什麼問題 我說他可能問你 你跟其他九個人比較起來的強項是什麼 我說怎麼辦 然後我說 別人一定說 我英文很好 我這個都 都八個寒暑假都去做度假打工 等等 說一點都不急 你就跟他說 很高興能夠進入到這個前10強 在這幾天的相處過程當中 每一個 都有他值得我學習的強項 我在這幾天當中 已經在他們的身上 展開我的學習之旅了 你看這個答案多無憾 對不對 助教助教有觀眾發問了 想要問說精準醫療很夯 如果想要進一步 往檢測的領域 請問要就讀哪個系比較好呢 這個要陳月娜回答 這個其實基本上 生命科學相關的科系都可以 那精準醫療這邊就比較 鎖定到這個 跟一些檢測啦 這個如果他有興趣的話 會再進入到 碩士博士的一個 培養 那基本上他可能對一些 這種 檢測技術 不管是病毒細菌 微生物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檢測 精準醫療要不要院長先跟我先介紹一下 什麼稱之為精準醫療 那精準醫療也是 像標靶算嗎 算 這幾年的這個醫學的進步 讓這個醫學的治療可以更 個人化然後更精準化 所以我們在每次的用藥都可以很精準的 投到這個病人有幫忙的地方 所以你對他的這個病人本身的一個基因體 他的一個基因的背景 因為每個人其實不太一樣 那他對這個藥的一個 Response到底他是不是有一些 這種基因上面的一個差別 那你如果把這些 可以做一些基因檢測 你做得很詳實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對用藥的一個 精準度就能夠提高 完全聽懂 那所以剛剛說了 這會是在我們的 算是生化科技 這部分嗎 生化科技或者是生物醫學 相關科系 都會學到這一塊 都有相關 提供給網友 一把說感謝教授跟學長的解答 那我們最後還有一點 短短的時間 除了這個面試之外 我覺得是不是請 老師再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在 生命科學的一些相關未來的趨勢 好 那這未來趨勢我就講三塊 三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比較大尺度的一個生物多樣性 跟生態保育這一塊 這個其實是 這個全球性大家的共同的議題 那怎麼樣讓我們的 地球環境可以永續的經營 所以這一塊其實在生命科學的 這個 這個探索上面 他對這個生物的一個適應性啊 然後長期的生態的保育 的研究 不管是海域或是水域 甚至陸域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發展的面向 那第二塊就在生物醫學 剛才有 觀眾Q到的就是怎麼樣 讓這個醫學更精準 那甚至現在提到這個精準健康 就是讓我們除了這個有病的這個醫學的 這個 這個治療之外 其實 在這個 一般健康族群你怎麼去保有他的一個 這個 健康的一個維護或者是修補 這些其實也是在生物醫學 越來越精準 現在連健身都很精準 有人按照週期禮拜一練這一塊 然後禮拜二練這一塊 然後這樣去排的 所以我們很多運動員有很多的那種 老師 物理師 物理治療師 會告訴他在哪個地方 去加強用力 那個爆發力可以增強 這都屬於一種精準 我們現在這個隨著科技的發達 越來越精準 所以這一塊他就必須要對那個生物的 那個基因體啊 或者是 一些細胞治療 幹細胞醫學 這就要有很多的一些生炎 那想要請教一下 比如說像我們女孩子 喜歡研究像所謂的 現在很流行的怒胎盤 又或者是說膠原蛋白 這個是要念哪個科系呢 這個在生化科技生命科學都會接觸得到 都接觸得到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 生化科技 平常的一個健康的保養 透過一些生物材料 像說一些 胎盤素 或者是一些膠原蛋白 彈性纖維 其實這些都會 對我們的不管是女孩子或者是 一般人都會有幫忙 太棒了 那所以 像剛剛院長說的 幹細胞 是 應該是在我們生物醫學工程 裡頭吧 對 生醫工程會比較focus 好還有一個 第三點 第三點就是 一般的生技的一個產業 這一塊也是會吸納很多學生 往這邊走 那 尤其台灣 過去的這個5加2的產業很重視 生技的發展 那在國際上也是相當蓬勃 所以這一塊會 對那個 一些 蛋白質 一些 生物的一些 藥物的研發 那現在 很夯的合成生物學 他也可以 幫我們開發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 生技的產品出來 那這塊就是 另外一個 走向一個生技產業的一個領域走 好 我來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也就是呢 我們選擇職業 要跟我們所處的環境的發展趨勢 要若和福節 也就是要想福 那麼現在呢 在台灣其實長照產業呢 是 受到非常多人的一個關注 很多的這些保健食品 然後像我們這個食品科學 其實都有 都可以遇到 這些相關的 裡頭 特別是我們要 延長壽命啦 老人家能夠 減輕病痛啦 甚至於 能夠減少 染病的這樣的機會啦 等等的 都跟我們這幾個學系 有相關 就是值得大家去參考 所以很多時候選田科系的時候 我們就總想到未來的出路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中英大學的這個生物 生命科學院 裡頭的相關的科系 都能夠跟台灣 現存的環境 哪怕未來10年20年 的一個發展 都能夠息息的相關 最後一點的時間保留給我們 黃同學 黃同學你自己 一定也有高中的同學 去選讀了 像這種生命科學院裡面所介紹的 這些科系 您覺得您的這些同學 第一 他們的 個人的人格特質 大概是怎樣的 提供給很多網友 到時候選田科系的參考 第二個 就是 他們所懷抱的 這些 想法 比如說 志向 大概又是哪些 能不能跟大家也分享 介紹一下 有網友 對 在問合成生物學 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一個 領域 合成生物學是什麼 然後在我們學 學系裡頭 可不可以讀得到 或者未來 是不是有能夠往那邊去發展 合成生物學就是我們對這個 不管是細胞 或者是微生物 它的一個 基因體 有充分的了解 知道它的整個生命的 運作歷程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種合成的方式 去把一些特定的 我們想要去表達出來的一些 基因的產物 不管是蛋白質或核酸 都可以讓它大量的 幫我們充分的去生產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些很新的一些 蛋白生產的一個歷程 或者是 醫藥蛋白需要的一些 也就是可能 原本是個別存在的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夾走 整合在一起 是吧 大概是這個合成 大概是講的是 是這個 那另外呢 就是說 我們學校就有 就可以洗得 有 所以未來要往這方面去就業 比如說這個 等於算是藥品的延期 到一些 藥廠 藥商 研發的部門 很需要這樣的知識 所以生命科學是一個基礎 知識的建構 那如果有興趣上面 更多的一個分類 像說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研究所 生意研究所 生物資訊研究所 還有那個 這些 基因體研究所 其實上面就有各式各樣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 專業領域的發展 我相信你在別的學校應該可以讀得到 但是我覺得選校裡頭一定要選 信譽 信譽主的中心大學 因為中心大學確實 是在這個生物 農藝 等等 因為他 創校 一時 就是 這樣的一個 出發 所以到今天 多少年 102年 102年的 這個知名的 有這個歷史 學校 我覺得值得大家去做參考 剛剛那個問題 繼續回到我們黃同學身上 你過去的同學 有沒有選讀這個 那他們的人格特質 還有他們未來的 懷抱的志向 我想基本上的話大家要對生物要有一定的興趣 不要去害怕和生物有所接觸 那其實就像我有一些吞蟲系的同學 那他們基本上 就是他們要去學習就是 可能大家很討厭的那種大蟑螂啊 我們可能要學習去跟他好好的相處 可能就是 因為我自己 我有同學說他們好像有課程要教大家怎麼抓蟑螂 就是如何把蟑螂正確放在手上 然後不要讓他死掉 他們有很多實驗什麼區光性 等等等等之類的 那我很好奇啊 那 那些同學去念生物他們想幹嘛 基本上的話 除了興趣之外 就是因為其實生物產業其實台灣的也在慢慢的蓬勃 那其實包含到未來也有一些疫苗相關性的 事情 我們可以先投入進去 那也有另外最近外國也有限定類的醫療療法 例如用 例如用一些 驅 驅來吃掉身體一些 已經潰爛的組織 可以讓自己身體的一些組織可以重新修復 可以恢復比較快 又或者是利用水質來幫你吸血 促進你的新陳代謝 這些都是一些生物的 現在最近可以慢慢可以研發走的方向 生物科技真的是這個 非常的了不起 你剛才講的水質 我早在10年前 甚至於更早 就已經有人在研發 水質的 那個他的不是斷尾 再生 再生的那個功能 他說能不能用在我們很多 節肢以後的這個再生上 10年過去了 我覺得這個只是可待 你不要認為是開玩笑 我們小時候看網址雜誌說 電話沒有線 怎麼可能 現在早就已經有了 所以我覺得 這種浩瀚無窮的 學習歷程 都希望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來參與 特別 剛才特別講了 我們職業的選擇 跟選田科系 我們如何能夠結合 再加上自己的興趣 自己當然要有興趣 然後又選擇一個 能夠有發展潛力的科系 然後最後連結到那個產業 剛才講的這個銀髮產業 長照 長照不是只是照顧 我覺得 跟 中老年人相關的 因為我們現在65歲以上的人 人 佔我們整個 人口數已經超過14%了 這就是聯合國所謂的 高齡社會 那所以因此呢 提供大家作為參考 我們更多的有關於落點分析的 交戰手冊 我們在下個禮拜一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謝謝 讚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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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